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端午节五毒都是拿五毒 人们又是如何除五毒的 一端午节都除拿五毒 古代每年的五月被认为是毒月 因为这时候天气越来越热 雨水渐渐增多 人们很容易生病 自然界的许多昆虫也都出来活动 于是人们把五月除五 净为驱赶瘟疫毒虫的日子 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是五种动物 它们分别是蛇、鞋、蜈、蜈、蜘蛛、蜘蛛 其实把这五种动物合称为五毒 其中蜘蛛五毒是古人的一种误解 民谣说端午节天气热 五毒醒不安宁 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 被人们认为是九毒之兽 所以民间便流传了许多驱邪、消毒和避疫的特殊习俗 端午节驱五毒就是要提 请人们注意防病 必五毒试过端午节的初衷 端午前后正直初夏季节 天气炎热 多雨潮湿 蚊虫滋生 是传染病的高发时节 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 人们将暗夜编成老虎形状 据说老虎能够威慑摆虫曲鞋辟温 为了防五毒 在端午节 有些地方还专门缝制五毒衣 五毒背心 让小孩子穿着护身 也有人在孩子裹颈 手腕、足颈上 缠绕五字丝线 以求长命百岁 大人们还给孩子穿上老虎鞋 围上老虎堆 据说可以避五毒之派长 此外 为了对付五毒 在端午节还有刺膳 捕哈玛 沐浴蓝汤 贴永安徒 举行中窥载会等等 在端午节 有的人还用盟友红线的调肘扫除垃圾等 二、辟邪去读的传统习俗端午节 厨房内挂柜有蛇、鞋、蛐、蛐、蜌蜘、壁骨、蛤妈的五毒图 一些人家门上插昌仆、艾液、埔液鉴成践行 以使驱除温度 唐屋里挂中盔向 传说他能杀鬼驱魔 悬昌仆爱液避邪碎 也是在端午节比较流行的方式 就是将昌仆或艾条插于门楣 或悬于堂中 明艳说 清明插柳 端午插爱 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散发着很强烈的香气 既能用来熏香 而且还起到辟邪的作用 贴中奎相 据说 中奎被言 封做平尾大远率 在民间更是以镇宅驱邪那吉祥之意 在端午节 就会有不少人家中悬挂中奎形象的画像 或者天师服 以驱散家中的煞气 吃五毒饼 之所以得此名并不是真有毒 而是在饼上画有蝎子 蛤蟆 蜘蛛 蜈蜈 蛇的五毒形象图案 吃五毒饼 就是让其不能再祸害人间 祈求健康的美好御医 选桃木 古人认为 桃木具有辟邪功能 可在节前五月春一落日之前 在门前 窗户上插桃树枝 也可选用桃木制品 如桃木剑等 都可以达到辟邪趋碎的作用 带香包 在端午节的时候 古人很喜欢用中草药做成香包 或者五色丝线蝉成 佩戴在身上 这样就会有提神醒脑的香气扑面而来 另外还能起到辟邪提韵的作用 引雄黄 古人云 引了雄黄酒 并魔毒远走 雄黄酒有杀菌蛆虫解五毒的功效 中医还用来治皮肤病 才没有点酒之内消毒剂的古代 用雄黄泡酒 可以驱毒解养 江南风俗 端午之日 在屋内焚烧仓树 白纸 云香 再点上蚊香 熏得烟雾腾腾 用以辟邪去毒 有些人家用雄黄酒 涂在孩子额头和鼻耳之间 或在额上写一网字 有些给孩子的尖头 或胸前挂上老虎之类的小事物 叫老虎索 有的用丝线扎成菱角形小袋 内装沉香 细在小孩身上 名为香袋 这些习俗 如果病除迷信成分 实在是一种有益的卫生活动 端午时节春夏之交 蚊虫高发时节 用药物消灭虫汉 对预防疾病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 民间有许多 关于驱除端午节五毒的习俗 现在还有一 贤依然在传承 保护环境 讲究卫生 是永恒的主题 各位看官 你说呢 喜欢的朋友 请关注 转发 分享 点赞 评论 收藏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请不吝点赞